今年的美国大选结果是否就快要出炉 看来是非常有可能的 因为呢现在目前为止开票开出来 川普这边看起来是迎面非常大 而且从川普阵营的陆续的动作 我们都可以来推断说 川普他们对于这样拿下大选的胜利 是很有把握的 包含是说川普在今天晚上就有传出 说要来出面和支持者讲话 而且他本人呢也是从原本是在海湖庄园看开票的 而且呢之后就移动到了这个在市区的棕榈滩的会议中心 也就是他的开票中心外头 那从这些呢研判起看起来 确实川普他们判断很有可能就会达成回国白宫 这个当初设定的目标 那么至于在贺锦丽阵营呢 我们最新消息掌握到是说 他没有要再出来今天晚上跟支持者喊话 那这样子的一个动作呢就很明显的看出来说 民主党对于选情是有所保留 而且非常保守的 那么依照呢我们目前开出的各州来看 尤其在摇摆州这边呢 看到像是北卡啊乔治亚州啊 还有另外大家最关注的密西根 宾州还有像是密西根州等等的 都很有可能最后是由川普给拿下 那之前的民调可能预测说川普至少拿五个摇摆州 但是现在如果拿更多的话 那可能就要来看到了是民主党的执政 是不是真的让民众必须要在四年后来投给共和党呢 那另外还有一个很重大的发展是说 在共和党这边呢 他们也重新掌握了在参议院的多数席次 目前知道至少51席已经确定是多数席了 这也是四年来的第一次 那这样子如果说川普真的成功的回国 还有就是参议院又被共和党给掌握的话 那川普呢很可能会达成一个共和党的完全执政 那么现在关键就还在众议院这边 而且也看到说川普这个母鸡 确实有起到了带动小鸡的作用 就是对于这些参议员众议员来说 有拉抬选情的作用 不过呢关于美国大选的最终胜负 我们还是要看到摇摆州公布他们的最新 最后最后最终的票数才可以大致的底定 也因此呢这样子的结果还有这场选战 还是值得媒体们 还有就是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们 来高度关注掌握的 那以上就是美选的特派记者 彭奔云综一轮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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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